國慶假期就要開跑 高鐵站已經開始 湧入滿滿人潮 拖著行李 拿大包小包 統統都要返鄉 就民眾試買自由坐 已經開始緊張 這是我第一次搭自由坐 對 然後再看一下 哪一班的車比較多 通常前面的站點 就已經站滿了 然後你要上去 就只能硬塞 尤其要在台中高鐵站 上下車的 真的不想再排到 天皇地老超過一公里 立即周秋節貪食蛇之亂 就有人拍下台中站新措施 只見座椅原本好幾個 直接不見好幾排 也被網友戲稱 排在裡面就看不出來 就是沒有必要 因為我覺得 他應該要想其他方法 因為你把座位拆掉 不是個辦法 高鐵就表示 台中站國慶拆掉二樓 票口閘門內 付費後車區十六個座椅 讓三樓月台的自由坐 旅客後車人潮 有更多空間 另外也會在國慶設置管制燈 像是出現紅燈 表示要等六十分鐘以上 台鐵也在九號 十號 加開全自由坐列車 彰化到七堵南港 分別九百和一千人 六號就開始訂票 就怕高鐵太多人 會跑去台鐵 但是自由坐右 讓人退卻 我還是會選擇搭高鐵 因為我覺得就比較寬 因為台鐵 我覺得從台北回到樟的話 會太遠 然後時間 時長耗時太久 目前國慶年假高鐵 已經有六十三萬六千人次訂票 台鐵的對號列車 也賣出五十萬張 達到六成 全自由坐也賣超過三成 國慶書運全面備戰 就希望能夠有效分流 減少假期 還有排排隊的無力感